今天是5月16日,欢迎收看焦点工商铺,我是April,立即跟大家回顾上星期工商铺重点新闻 东铁线过海段已于昨日通车,新增位于湾仔北的会展站也正式启用 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之明认为,通车后,湾仔区的山沙租寿渴望进一步稳定 而且会展站前往红看仅一占距离,尖东红看价格水平较低的山沙吸引力将提升 山沙市长路的大手成交,黄竹坑黄汇广场及高层全层以约1.75亿元估出 面积约9700平方尺,持价约1.8万元 而临近湾仔会展站的全新商杀项目NovoJF刚有本行出城19楼全层成交 物业建筑面积约2243平方尺,成交价约4300万元,持价约1.9万元 华大酒店集团以约14.2亿元购入深井丁兰芝酒店 物业约有435间客房,平均每个房约值326万元 而该集团也同时以约9亿元售出西环华丽都会酒店 买家为共聚住宅品牌火拍美资基金 此酒店提供214间客房,平均每个房间价值约420万元 至于公沙方面,坟林新中国洗衣集团大厦以约4.5亿元一手 总面积约10万平方尺,持价约4400元 据了解买家为外资基金,是第一次在香港入市 物业将改作动畅用途做长线收租 原业主持货23年,获利超过4亿元 物业升值约10.6倍 特色主题餐厅进驻核心区一线地段 英国品牌Burberry放弃许珠的 铜锣湾罗素街金朝阳中心旗舰店 近日获餐饮集团以约100万元预租 将开设变形金刚主题餐厅 铺位包括地下及一楼和公约5200平方尺 是十多年来第一次有餐饮业进驻罗素街地铺的个案 今天的报道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继续紧贴中原工商铺资讯台 下次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